腾讯体育8月28日去,在老特拉夫的球场,在热刺3比0的比分牌下,数千名热刺球迷在后动情歌歌,他们高喊着卢卡斯,卢卡斯,作为孙星铃的替身。 巴西球星卢卡斯莫拉,抢走了这一战的全部封头,而这位球员,两次与曼联擦肩而过,向卢卡斯一人摧毁曼联,因为孙星铭出这样运会,卢卡斯才被卫以重任。 本战,卢卡斯两次攻门打入两球,两次过人,两次赢得关键区域任一球,传出一次威胁球,光干全场。 第五十二分钟,他接到埃里克森六路的低平球船中,焰击脚快递在三名曼联后卫的包夹中抽射破门。 第八十四分钟,向卢卡斯更是上演了一次华丽的走单级突破。 他持球时,面对着斯莫林、林德洛夫等多人组织起的防线,如果卢卡斯稍有减速,这次反击就打不出来。 但是好个卢卡斯,他一记堂球变现加速,就生生突破了斯莫林,同时抢在明德洛夫,毁决之前单刀突入禁区,右脚推着破门。 统计数据显示,这是2015年4月,曼城在客场4比2击败曼联之战阿规·罗梅开二度之后,第一个在老特拉夫德梦剧场梅开二度的客队球员,本赛季三场迎朝,卢卡斯已经打入三球。 他这样火热的状态,恐怕孙清明回归后,也需要面对惨烈的主力竞争,这让红魔拥短五味杂陈。 众所周知,卢卡斯两次都险些加盟曼联,202年夏季,福格森看好小卢卡斯,球员都已经在曼联体检了,但是巴黎突然介入交易,用4500万欧元将小卢卡斯抢走。 当时福格森暴怒不已的抨击打巴黎,一个俱乐部能为一个19岁的孩子付4500万欧元,这简直是费夷所思,足球已经疯了。 此后,小卢卡斯离开巴黎时,再次险些和曼联走到一起,但是最终因为种种因素,巴西人加盟了热刺,看着这位两次险些成为红魔人的巴西妖方,将红魔防剑兔的狼狈不堪, 但临拥肯的心情自然很难好得起来,他们不得不承认,当年福格森爵士的眼光和气睿智,而曼联的转会决策层,这些年犯下的错误实在太多了,冷血。 的东西 佳西人 又